迷你党爆出了第二期的性骚痴案 而当时的女党工在脸书发文指控 她过去在青年部共事的同仁 陈信同事多次的对她性骚扰 包括呢在这个晚上的时候 不断的打电话甚至到女方家 去要求她陪她喝酒 或是在出差的时候多次的骚扰 甚至还盯着她的房门形同软禁 那这样的举动呢让她上报 给她当时的青年部主管蔡慕林 不过呢她得到的回复呢 却是希望她要检讨 蔡慕林检讨受害者并且还逼她道歉 而在后来的这个道歉事件之中呢 女方呢向这个陈信同事道歉 但是没有想到还被因故呢 就是当时陈信同事甚至还抱住她 并没有完全的检讨这个性骚扰事件 那不过呢蔡慕林因为她后来呢 就到了这个劳动部担任李俊次长的基奥秘书 那她也在昨天提出了辞呈 也带来听到李俊的最新回应 昨天晚上跟我请辞 那请辞的理由是生涯另有规划 那稍微有跟我提到这件事情 那我第一次听到有这么一件事 我过去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那她跟我提到 那她说可能会有人报 那会影响到劳动部 那我告诉她的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面对接受 好的那李俊逸也表示说 那蔡慕林昨天晚上提出辞呈的时候呢 立刻就准了 并且强调说劳动部是对性骚零容忍的 而她在这个劳动部任职的期间呢 是没有听到说有同仁申诉 有相关的这个性骚的案件 但是呢对于她之前的所作所为 那李俊逸也表示说 她都是第一次才听到的 那其实在这个蔡慕林呢 她也发表了声明 她强调说她对于她之前过去所做的 都感到相当的亏欠 并且呢会强调会负起全部的责任